大家好,我是利用歇 今天也三星推出新的Galaxy Watch系列 這就是Galaxy Watch 5和5 Pro 性能根本沒有變化 改變的只是款式和塑膠而已 所以我們不必看性能,看它的大小 首先,這是Galaxy Watch 5 40mm 顏色是銀色 印象深刻的是它的邊框還是很廣 而且,厚度有點厚 呃,下次是Watch 5 44mm 這確實很大 那40和40mm的大小差異是這樣的感覺 最後這是Watch 5 Pro 只有45mm,我覺得厚度太厚 不過它的特點就是採用了 鈦金屬,有中央氫和硬度高的優勢 那在我的手腕上,帶Galaxy Watch 5系列 首先,帶Watch 5 40mm 其實,像我手腕系列的人,不管男女 40mm很合適的大小 厚度呢,實際帶的話,不是那麼厚的感覺 如果你的手腕系的話,我推薦你40mm的手錶 很好看 下次是Watch 5 44mm 這確實比40mm更大 像我手腕系的話,這是一個比較大的手錶 不過這張手錶呢,大的用起來很方便 畫面裡的字也看得清楚 不過太大的話,不好看 但如果你的手腕厚的話,44mm應該會適合你 而且就那Watch 5 Pro來說 它有很特別的錶帶 這個叫做低型扯扣運動錶帶 這個台幣2500左右,實際使用的話,太舒服 問題是,錶帶很好看很舒服 Watch 5 Pro 這是什麼東西呢?沒有實地錶圈 特別是它的主體部分太厚 真的太顯眼的是,它的邊框太廣 如果你需要又大又厚的職能手錶 這可能會適合你 這是Five Pro黑色的 我覺得黑色更好看 給人一種高檔的感覺 我的手腕很細,所以45mm確實很大 可錶帶很舒服 這時的Watch 5系列的螢幕都是採用藍寶石鏡面 所以硬度比前一代更高 能防止刮傷 Five是以Armor鋁合金製作 Five Pro是以鈦金屬製作 搭載更大的電池 但是Watch 5的性能跟Watch 4完全一樣 反正Galaxy Watch 5 Pro價格是台幣一萬六千塊左右 太貴吧 Watch 5是台幣一萬塊左右 旁邊有三星的Galaxy Flip 4 我覺得它的款式越來越漂亮 必想像,它很說男生的幻影 這是精靈指色的 實際看的話這個顏色很漂亮 打開手機的時候螢幕又大又好看 不過免不了中間還是有折痕 不過Flip真正的魅力就是可以折疊手機 這回它在更大的鏡頭 水步都不 它的鏡頭有比較突出一點 可性能進步了 還有在外邊的小螢幕 這是很有用的 反應也很快 支援各式各樣的功能 不用打開 在這裡可以設定你願意的功能 長按下畫面的話可以換背景圖 哇很漂亮 這邊有三星的驕傲Galaxy Fold 它也有中間確實有明顯的折痕 其實實際摸中間的折痕 那個觸感很好 還有外邊的螢幕 大小是6.2英吋 很大 不用打開也可以充分使用 可有點重 跟Galaxy S22 Ultra B加導化這樣的感覺 大家快去三星相成 看一看Galaxy Watch和Galaxy Flip 4 謝謝